我自己會覺得滿驕傲的 然後就有一個激動阿嬤 到祖廟的時候 她會去起架 然後拿到就是 就是會去砍到自己的肺 或砍肺頭 然後會流血 就算流血也不停止 已經高齡94歲的王女金鳳 親友們叫她通靈阿嬤 為了了解阿嬤起雞的過程 台灣當搜索團隊 實際來到他們 位在雲林縣口湖鄉的 家族集團拍攝 她是老公來 她是老公來 那我來 口中唸著咒語 家人說這回上阿嬤生的 是媽祖 都以吟唱的方式來表達 家族集團 什麼 人家也不說太好了 家族 家族 妳就交情現任 交情妳就身體所難 妳就無論誰會所穩 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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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工作日常 有時旁邊還跟著一名翻譯 從年輕時就開始接觸著 神秘力量 22歲前的他 原本只是個平凡少女 嫁做人婦後 還飽受婆婆虐待 每天都一直召喚他就對了 只要他跟男生講話 他都說他召喚他 然後他真的受不了 然後有些人就是 第一次就是去上吊 我們這隻是反吊的 是要在吊刀 就是讓我們大家罵我 我心裡說 我就是蝕蝕的比較多 我沒有要挖 在上吊的時候 他把突然間 這繩子被人家拉走 然後我阿嬤的耳邊就聽到 有人就說 我是你們的助養子 我叫生兒子 那前面前來幫他拿去 說這個蝕 你不能蝕蝕 我來幫你砍他 就把他拿去 我把他拿去 拿去拿去 我想要找一找就對了 所以我要釋你的雞 你也要給我答應我做雞 後來阿嬤受不了 答應做雞童 也開始了他的通靈人生 好 沒什麼 我還沒出生他就已經 已經在做了 你看他已經快70年了 我都會跟在旁邊 在旁邊看 因為我在家沒有人照顧 而最後讓機訪鄰居 緊緊樂到的是 有一回一名18歲少女的父親 也找上了阿嬤 因為他的女兒突然間沒了氣息 就是查不出什麼病因 人就是心臟沒辦法跳就對了 然後後來就是 他們就是死馬當活馬醫 就帶在這邊 有送醫院嗎 有有有 就是醫院人宣布 就不行了 不行 就是心跳就是沒辦法跳這樣 送回來 已經放在大天 等到那裡 要不要再進去問 什麼又再處理好 好了 這個女兒現在還在 死而復生的奇譚 信不信見仁見智 無論是不是心理作用 產生想像 對阿嬤的家人來說 最擔心的是老人家的身體 能不能符合 之前他生病 那時候80幾歲生病的時候 他會為了出血 然後心沒有起來救了他 然後那時候就跟他講說 他顯現夢境讓他看到說 就跟他講說我今天救了你 就是你還要再幫我服務到90歲 縱然如此年近百歲的阿嬤 依舊對這份工作難以忘記 然後以前也滿驕傲的 可是現在看他這種年紀 還在跳 就是 覺得真的是很捨不得的 孫子心疼老人家太過操勞 阿嬤以神秘的能力 替人服務了70多年 儘管缺乏科學佐證 但這股力量 都是讓親友們更常來走動 成為鄰居家族感情的中心